彰化鹿港有一座生态公园 花了一亿元打造 但是民众一直觉得阴森森的 因为没有人去变成了蚊子公园 甚至还一度成为治安死教 前年县府再度大手笔 花了一千八百多万改造 但还是没什么人气 走进公园内满地的杂木丛生 还夹杂垃圾 老榕树的气根没有修剪 让人感觉阴森森 还有地上水管乱窜 民众走过很容易就会被绊倒 尽管公园花钱经过多次改造 但当地的里长认为 平时没有专人整理 看管维护 要摆脱就有的刻板印象 效果还是有限 这里是鹿港的生态公园 占地有三点二公顷 当初花了一亿多元打造 由于是在公墓的更新用力上改建 加上种了五千多棵的树 太过茂密 让人不敢靠近 前年县府再砸大钱 花了一千八百万 移除了两百多棵的树木 多出更多的空间 还铺设了红砖道 加强穿透性 让公园变得明亮许多 就很可怕 我不敢来 就变比较 就是因为太阴陶陶陶 感觉不安全 现在就是比较空 走的人回来比较多 不仅如此 公园内还养了五六只可爱的梅花鹿 民众游客可以来体验卫小鹿 也成了当地特色景点 未来也会在公园举办活动 提高公园的使用率 县府努力整顿 就是为了要摆脱大家 对公园硬生生的表迁 街道贸张华报道